三、二、一 二、一 今天很高興來參加Heathband的記者會 今天同時是慶祝Heathband15歲生日 因為跟五月天 應該說年紀也一樣 都是15歲了 所以應該在高雄頒獎典禮當天 會帶來一段充滿回憶感跟時代感的族曲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同樂 之前參加過的感覺就是覺得都是盛會 然後對每個歌手跟做音樂的人都有很大的鼓勵 然後印象中就是在新北市也有辦過 然後高雄期間我們還曾經渡船去表演這樣子 印象很深刻 而且我還記得在台北那一次 我好像是發燒發高燒還在台上唱 就是硬要拿那個獎就對了 不管怎麼樣就一定要參加 從那個Ella宣布她要結婚的喜訊之後 就是一路都很多人替我擔心 害我都快要不自覺的擔心了起來 剛剛我們就是為了幫FM慶祝這個15歲生日 那我們就帶了那個獸桃來 對 那剛好我們五個人也剛好就是 上面都剛好就是HeatFM五個英文字母這樣子 那我覺得就是雖然蠻重的 可是呢比起HeatFM在我們生命中 就是對我們的影響啊 就比起來那個就是只是小事一樁這樣子 對啊 那我們還是很希望這些Bang 就是可以在還有下一個15年 對啊 甚至30年40年50年 然後可以幫更多好聽的音樂 然後照顧我們這些喜歡音樂的人這樣 關佑平常抱女兒應該都有練到手 不會啦 其實剛剛抱這個獸桃 其實我覺得它當然有一些重量 但是我覺得裡面因為最主要是 這個大獸桃裡面還有12個小獸桃 對啊 那當然就是希望HeatFM的 每一個裡面所有的每個節目 都能夠節目長紅嘛 那當然希望 我覺得因為今年是他們15年的生日 那我覺得當然就是這個重量 對我們來說只是小事一樁 好 這次公益演唱會 然後五月天原本預計要捐出一千萬 然後最後票房結果是 我們結算出來可以捐出一千八百萬 所以超過了目標預期很多 那當然 也因為這樣所以五月天在台上也特別賣力 演唱的曲目也超過預期很多 那 有造成附近居民困擾的地方 請大家多包涵 那之後我們會多注意這方面的問題 每次歌手合唱的時候就是 雙方經紀人都要求互動嘛 所以大家壓力都很大 然後 對啊 會很緊張啦 以後五月天跟HeatFM互動 應該可以改善這方面的缺點 其實以前SH就有跟阿信合作過 就是SHURO那一首歌 但是是在比較幕後製作的部分 但在台前好像還沒有機會 對啊 有機會的話也希望跟HeatFM互動 因為他現在是文藝天后一節 天啊 跟我們這個五月天合作應該會有一般活化 因為我們一直都處於合體的狀態 就是私底下的生活跟之前 過年之前就有一些廣告的合拍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什麼時候合體 因為我們一直覺得是合體的狀態 那他的身體狀況就是體力越來越好 然後我們三個最近也迷上了健身跟晚上夜跑運動 所以就是大家都身體越來越健康 那最近那個Ella 你看到她不是有這樣吹吹吹 你覺得怎麼樣 露胎少了 就是以我認識平常的她 這樣算有點小氣 以她的個性來講 對啊 因為她是一個很熱情很大方 然後身材又很好 又很壞的女孩 所以就是我覺得還可以再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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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